近岗縣為當地帶來破紀錄的大雨 驚人的雨勢讓當地淹大水 土石流還吞噬房屋 造成了兩死三傷 就連橋樑也被大水沖斷 洪水某兽瘋狂在屋內亂窜 旅館被大水穿過 當場變成河道 塔拉斯颱風狂襲劇本 雨淡狂炸 最慘的就是近岗縣 人孔蓋當場變成噴泉 水勢精神 颱風讓當地出現了現狀對流 一個多月的雨量 在半天內通通下完 創下了歷史記錄 更扯的是當地一座橋樑 不敵溪水暴涨慘遭沖毀 而在山區還有兩座大電塔 越土石流倒塌扭曲變形 有11.6萬戶無電可用 東海道新幹線 也因風雨緊急停止 有3200名旅客 把車廂當座旅館 客難度過一夜 北京驚人暴風竟然把人吹著走 這名女子才剛踏出店外 就被吹到不見人影 店員笑彎了腰 因為這風實在大的誇張 網友笑說真的是被風送到千里之外 预風菲奧娜俠帶超大暴風圈 侵襲波多里各和多明尼加 造成了加勒比海地區 至少8人死亡 數百萬人斷水斷電 還掠過了百慕達 掀起了15公尺巨浪海上惡劣 菲奧娜不斷增強 相當於強台等級 一路上北周末將直撲加拿大 恐成當地最強预風 美國東岸也將出現巨浪和激流 當局呼籲民眾千萬留意 記者綜合報導